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实际上这期是闲聊 下期才是真正的公子时评 我之前讲过了 每天一到两期 如果是两期的话 一期闲聊 一期时评 那这期就是闲聊 我看到网上一条新闻 乍一看 我还以为两岸已经统一了呢 这条新闻是在新华网上 说台湾省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产生 内容是台湾省出席了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协商选举会议 最后选出了台湾省的 全国人大代表13名 非常遗憾 代表2000多万台湾人的 这个全国人大代表 我一个都不认识 虽然我不是台湾人 但是我是评论中国政治的 这个观察者 我居然这13个人 我一个都叫不出名字来 我不知道他们在台湾 获得了多少选票 别说台湾的人大代表了 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各个省市自治区 这些地方的人大代表 他们有多少选票 他们投票率有多少 他们的证件是什么 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估计这些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 这个共产党在搞人大政协 这些橡皮图章 这个自娱自乐 其实它是一种象征性的 证明我们有民主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自欺欺人 他们不仅自欺欺人 他还欺到台湾人的头上 弄出了一个台湾省的人大代表 虽然这些东西是他们在做样子 但是同时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一种伤害 因为台湾人看到这种所谓台湾省的人大代表 那就更觉得你们所谓的一国两制 所谓的这个祖国统一是不能实现的 因为真的实现了台湾人现有的自由民主的权利 就会被剥夺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这13个所谓代表 他们是负面的典型 台湾人每次应该看到他们 记住他们 想到他们 这样的话就知道 台湾人今天所享受的生活 是多么难能可贵了 我相信没有几个台湾人希望有这些 他们都不知道是谁的人 强行的代表台湾人的利益 然后美其名曰台湾人仍然享受民主 然后另外一个新闻呢 应该是大家谈论的比较多的 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刘鹤 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正式见面了 这是在中国解封之后首次高层的互访 双方其实是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见面的 这个见面曾经我讲过了 具体的为什么刘鹤 其实还是在最后的表演 因为中国政府的种种的做法 跟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 其实对中国政府都是不利的 都是要围堵制裁 会层层加码的 所以说刘鹤其实是在 by time 实际还是在 像过去韬光养晦一样 使用一种障眼法 在释放烟雾弹 好让习近平继续的去做准备 那么未来中国能够继续的壮大 对抗西方列强 这是他们的想法 那西方政府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国与国之间的 这个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这个地缘政治的矛盾 这都不是轻易能够通过 坐下来谈就能解决的 这个坐下来谈 更多的是两个政府之间 一个默契 这个默契就是美国有自己的困难 比如说这个通货膨胀 中国有自己的困难 现在说希望从这个经济谷底 能够反弹 能够给这个经济再注入一个强心针 所以说双方有现实的眼前的目的 就暂时的我们坐下谈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合作 能够稳住目前双方的关系 不要进一步恶化 最终导致这个美国的民主党 最后失去选票 因为经济会受到重创 所以说他们美国的策略 其实很清楚 就是对中国是一点一点一点的 就是切香肠一样 慢慢慢慢把你给禁锢住 慢慢的让你的资源 让你的科技枯竭 削弱你的国力 你就没办法实现你的 所谓的这个伟大复兴了 因为你的伟大复兴会挑战 整个国际秩序 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所以说美国的整体的国家战略 不会改变 但是呢 这一次见面呢 只是权一之计 那么美国这里边 还存在一个侥幸心理 这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其实财政部 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跟美国的国会 还有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 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些人士 还是有所差别的 这些人强调的是 要对中国更加的 这个不能手软 要更加的鹰派 更加的强硬 不能够轻易的相信中国的这种妥协 有些合作不要进行 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 但是财政部是要解决财政问题的 所以说这次的会见 说要这个加强宏观经济 跟金融方面的沟通 有美国媒体的分析是说 这次耶伦其实让中国 就继续的大量的购买美债 来解决目前美国的困境 过去中国是一直这么做的 一直是在帮助美国的实际上 因为美国让中国 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让中国有了后来的这种 所谓的富国强兵 虽然它是某种程度的国进民退 但是这个政府是越来越有钱 对吧 越来越富裕 那你当然要回报美国 其中就包括买美债 其他的国家 有些国家比如说 中东的一些国家 或者日本韩国 它怎么回报美国呢 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 这都是回报的一种方式 日本也是 日本跟这个中国 都是大量的购买美国国债 在金融方面去帮助美国 可以说是挺住美元的霸权 所以这一次中国不是要示好吗 又想重新回到了 这个合作的轨道吗 那好 不好意思 你得交投名状出来 你之前的种种做法 已经让我们不再信任你了 你跟川普签的那个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最终也没有完成 对吧 那么现在你得交出投名状 现在投名状就是美债 你买不买 就看你是不是真心的 那么从刘鹤的角度来讲呢 刘鹤在这次会议上 讲的重点一个内容 就是科技封锁 对吧 就是说你美国之前对我们的这些芯片啊 各方面的制裁 你是不是得松绑 但是这次刘鹤有权利去讨价还在的地方吗 而且看起来这个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还是在不断的加码的 他现在还在说服日本 说服荷兰 跟美国一起来限制中国的芯片的这个技术的进步 对吧 就是进行科技封锁 那么刘鹤就说这个是不是要还一还对吧 既然要我们买美债对吧 我们要在其他方面合作或甚至是降低美国企业的准入门槛 那你得提供一些你的回报 包括这个减少技术上的壁垒 同时就是在这个关税上边是不是应该减少 把川普之间的关税给取消掉 所以双方谈的就是这个事 谈了两个半小时 但是最终有没有效果 双方有没有确定各自有哪些让步 然后有哪些得到了新的利益 这个我们不知道 现在没有任何的消息 我们只能有肯定的一点 就是双方有一个共识 就是所谓的管控分歧 就是我们的分歧要经过谈判来解决 而不是这个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 这个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共识 而这个共识在我看来 甚至有可能会被习近平打破 因为习近平随时可能会不顾这个共识 因为他为了自身的一个政治的需求 内部要解决些问题 那他需要有外部的政策的配合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会讲什么 跟外国政府之间的协议 跟英国的协议都可以违背 更何况口头上的承诺呢 所以一次会议代表不了什么 他们甚至连各取所需的一个结果 都可能达不到 这就是我对这次刘鹤会见的一个看法 我们关键看的不是他们说什么 而是做什么 关键是中国未来他的这个政策 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到底是什么 但是方向跟趋势我们都看到了 那具体的一些政策到底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最终中美之间的新冷战 一定会不断的升级的 那么地缘政治上的冲突 内部经济的困境 乃至于美国的通过膨胀 不断加息 最终所造成的经济衰退 这未来真的出现了 那就全球经济大萧条 从哪个角度看 我觉得都快到了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重新洗牌的时候了 那么这个洗牌不是通过 坐下来谈就能解决的 恐怕真的可能爆发 激烈的这个政治冲突 甚至是军事上的冲突 之前我不是否认一种说法 说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说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节目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